你是跟大哥扯的 大哥只能不厌 就大哥这扯 宁可拿把我们的底盘刮 所以挺想 大哥不能搁这的 不是不能搁这 哥们你别着急 大哥你走 别的大哥丢了最坏了 大哥 别的大哥丢最坏了 大哥你听我说 你也不差钱 这玩意也就是 我们卖就能卖个55万那样 我个45万 你得让我挣钱的 让你挣钱的 不咱得挣 挣大哥 要挣大哥钱 也不费劲 我也不费劲 但是没利用 我不能收 对吧 你差不多你就卖给我得了 你也别动跑 那这么对吧 你就说新车能不能给我 大哥跟买一价格 大哥改往家买车 肯定是让你买一 放心就完了 咱们俩一单一单谈 你别着急 你F-time先卖给我 卖给我之后 等会咱俩再进屋 看一看 你看看那个404也好 是宾利也好 是570也好 看有没有适合你的 咱俩再研究 你这台车哥们 我卖就能卖个54万 你要是是大哥吧 你就让我挣点钱 兄弟挣点钱 大哥今天就认你这个老弟 啊 就大哥今天吃点亏 第一次来 大哥就教你这个老弟 啊 回去上我们囤子啊 大哥有个交代 那一定的啊 行 那今天那这事咱就办了 55就55 哥55啥啊 我能卖54 55我不挣钱 我卖都费劲呢 行那卖都55 不是说你要卖给我55 我得挣钱 那你说要多少啊 你一会儿大哥说60 你说你能卖55 大哥一口价 是吧 卖个54万那样 这完全冷门车型 我其实吧 冷吗 那确实冷 大哥车里都错丢了 那确实冷门 大哥太幽默了 我一卖卖时间挺长的 我说个价50万06千 行我就给你赚钱 这么的50万08千 88让大哥发发 你看行行 好 能不能当 大哥能不能教你的老弟 能 必须啊买上个啊 好嘞 你大哥倒点水 陪大哥进屋坐一会儿啊 也不知道是 这大哥还是假大哥 也不知道是能买还是不能买 反正我得先看一件车 10,000年之后 大哥 我刚才看了 咋了老弟 那F-Type 又前叶子板喷漆了 能是吗 啥时候的事 非常确定 那可能是下地啥的 可能要几个薄品盖子 给顶一下了 大哥不到啊 这事儿 大哥不是薄品盖子顶的 那个叶子板刮漆 喷了一件漆 全程圆满源漆 一个偷喷的不一样 那你说咋办呢 有点差价格 你最起码还得给我 便宜个8,000块钱 因为全程圆满源漆 跟那叶子板喷 有点区别 大哥今天都来了 大哥你说咋的 大哥也硬了 就哥不买G63了 哥今天路过这路虎 我相当在路虎了 你就看这路虎能不能说 给哥便宜点 给勾一下子 让哥心里买个满叶 大哥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路虎 这路虎也行 就变成G63了 G63嘛 开的还不得劲 剁这些的肉 我看这些车 它把子是不错呀 它把子不夹的 不错呀 嗯 2019年呐 3.5万公里 现在是要116.8万 是吧 我们家斩丁车 现在基本上都不讲价 大哥价格就别讲了 是吧 就这么立得了 啊 那不行呢 你这也没给哥便宜啊 哥不是没给你便宜 你说我又送你学历台的 完了之后那个F-type 8000块钱是吧 对呀 也没给你讲 噴个叶子板 噴个叶子板了 这不接着又给你换个招 便宜8000块钱吗 完了冬天我送你 这个学历台 是吧 完了再给你多多保养 一年之内2万公里 都免费保养 都没有任何问题 价格就多么立得了 就别讲了 哥 这么吧 哥咋说呢 因为先不给哥便宜吧 哥心里 这只是有点不得劲 嗯 毕竟咱车也扔你这了 咱新车也提走了 你里外里是不是得给哥个面子 哥 哥这张脸扔在这 你是不是你得给哥点排面 哥在我的团子也是小当当的人物 大哥你弄 哥就穿这来的 今天你不给哥便宜点 大哥你弄不得得了 弄不住你 六次免费保养 就别讲了 快点了吧大哥 行啊 大哥叫着就提得了 行啊 就提吧 走吧走吧哥 行 那你就老弟 老弟你这么说 咱就整了吧 整整整安排上啊